2007年站在超級星光大道舞台 这是大家最一开始认识的肖敬腾 也是他和经纪人Summer 结下良缘的开始 才刚出道就能和天后张慧妹对唱 幕后推手就是Summer 尽可能协助肖敬腾找合适人脉牵线 而外界都知道Summer几乎是用生命替肖敬腾工作 他跟Summer是有很多的共识 肖敬腾因此跟爸爸吵了非常非常大领奖 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是要选择Summer 肖敬腾刚起步时 连张晓燕都抢着当经纪人 但最终选择和Summer合作 而这一搭档就到了今天 2008年肖敬腾上康熙来了 当时还有着神话一歌的称号 在节目当中不时展现羞涩 向场外的Summer求助 谁也没想到 像是小白兔一样 闯入了这座森林 十年过去肖敬腾站在金曲讲台上主持 这一路来Summer功不可没 而其实他的爸爸是自身艺人林光宁 在秀场就担任经纪人也影响了Summer 没有Summer就没有今天的肖敬腾 Summer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用尽所有资源 所有的人脉 搭档期间 Summer不只带领肖敬腾熬过低潮 更带着他走向更大的舞台 让他和肖敬腾成为超级搭档 三星的周光尔来自台北采访报道